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高祥老师 张团长您好 您好 同学们好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音乐 就是前不久您的这个管弦乐队 在国家大剧院演奏的 我想问一下 咱们的民族管弦乐队是成立于什么时候 其实中国的这个乐队的这个方式呢 很早以前就有 从古时候 最早比如像周朝的时候 有中古的这样的一个乐队 然后到隋代的时候呢 也有像这样的乐队的这样形式 真正比较兴盛的到唐代 所以中国的这个民族管弦乐队的这个原型呢 其实从古已经有了 我们的中国民族管弦乐团呢 那个时候呢 有一个大同乐会 是上海的 那个时候规模比较小 从那个时候一个雏形开始 那么真真正正确立 我们现在这样大规模的 民族管弦乐队的大编制 是从上个世纪的50年代 也就是我们中国广播民族乐团 然后呢 逐渐逐渐了确立了 我们现在的这个 中国的民族管弦乐团 我们中国民族管弦乐队呢 也是我们建国以后 我们中国民族音乐 成长 或者是发展的一个 标志性的一个形式 当然这个规模没有一个约定俗成 但是基本上这样的一个编制呢 是比较固定的 我想呢 一个乐团正常的编制 应该在80多人到90人 当然有一些规模小一些呢 比如说五六十人 但是呢 起码我觉得就这样的一个编制呢 是不会这个改变的 咱们有声部吗 分几个声部 就是我们民族管弦乐队 其实最核心的 包括我讲了50年代开始 确立的其中一个标志 就是我们四个声部的确立 这四个声部呢 第一是我们的拉弦乐声部 第二是我们的弹拨乐声部 第三呢 是我们的吹管乐声部 第四个声部呢 是我们的打击乐声部 拉弦乐声部呢 大家知道 这个弧琴 这个是我们中国 非常非常有影响的一个乐器 一个家族 据大家的统计 就是我们弧琴 中国类的弧琴 最少有几十种 举一个大家更贴切的一个例子 就相当于交响乐团 西洋的交响乐队呢 大家可能能够了解的更多 那我们的高弧就相当于 一体 第一小提琴 我们的二弧就相当于 它的第二提琴的声部 二提声部 我们的中弧呢 就是中提琴 那么大提琴 我们也是有这个声部 然后贝斯 我们有这个声部 那么这样可能 大家理解起来 就是说我们弧乐 是这样的一个构成 从高弧到二弧到中弧 然后到低音的大提琴和贝斯 这是我们的弧乐声部 那么人数呢 也是我们人数是最多的 最多的时候是多少人 像弦乐的声部 应该就有四五十人 就是光弦乐的这个声部 我们高弧呢 可能会最少会用到十个 或者十二个 我们的二弧呢 最少十二个 或者到十六个 中弧呢 最少六个 会用到八个 那么我们的西洋的交响乐团 你看他们有弦乐的 他们有小提琴 中提琴 大提琴都有 那么他们也有管乐声部 他们有小号 元号 大号 对嘛 有这个长笛 木管组的 对嘛 但是呢 唯独 没有弹波乐声部 所以我们的弹波乐声部 对 这是我们中国民族管学乐队 最独 独技艺术魅力的一个声部 而且每一个乐器 其中最有代表的 比如说琵琶 大家非常熟悉 有两千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 小笛 我可以叫他 大小笛 老 텛 年 有 额 em 提于 Crus 我的 effects 大小笛 apr participar 《琵琶》这个游戏很有意思 我不知道祖祖您了不了解 琵琶你看它弹出去就叫皮 往回挑就叫爬 所以这个乐器的琵琶 就是一个演奏的一个方式 非常非常有个性的一件乐器 它的音色非常的明亮 那个泛音它是最响的 非常有穿透力 左手和右手的两个手的 这个演奏的技术 非常非常的丰富 那么琵琶是代表性的 那么还有杨琴 说到您的这个 对 我的专业 杨琴呢 真正起到非常非常融合的是 杨琴的音域非常广 杨琴应该讲是我们 中国民族管弦乐队里边 琴弦最多的乐器 它有一百多根弦 它可以演奏非常快速的 所以呢 我们经常会讲 就是说在小乐队 或者给一些二胡呀 笛子伴奏的时候呢 你看经常会是杨琴 这个乐器去给伴奏 那就说明杨琴 这个弹布乐器呢 它是非常有共性 非常中性的乐器 它可以跟不同的乐器 去融合 当然 在我们的乐队里边 最响的声部 是我们的管乐声部 我觉得对同学们来讲呢 我们说最想 大家可能会想到唢呐 唢呐一吹 哇 那真的是很粗犷 很有力量 我们的唢呐 民族管弦乐队的唢呐呢 跟我们普通的唢呐 又不太一样 我们平常见到唢呐的独咒呢 就是我们平常的高音唢呐 那我们在乐队里头 我们从乐团那个时候 改革的需要我们有高音唢呐 中音唢呐 低音唢呐 它有一个序列 哥哥 弟弟 妹妹 一个序列这样下来 所以他们这个家族合在一起 力量更大了 这是我们的唢呐声部 那么除了唢呐还有笛子 第一次大家常见的 最高音的那个叫邦迪 邦迪呢是主要是流传在我们北方地区 南方的群 最高音的那个叫邦迪 它的笛子长一些 声音吹出来能够柔和 委婉一些 内战一些 这是我们的取笛 然后呢 我们还会用到动销 关于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我们的声 声呢也是同样的 它也是个家族 有我们的高音声 中音声和低音声 声是整个我们民族管弦乐团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和声乐器 也是个粘合器 然后最后一个声部 当然就是打击乐 打击乐 中国的打击乐声部 我觉得是能够非常好地来呈现 我们中国民族音乐个性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声部 那么大体我们可以分 比如说皮革类的 鼓 对说得太对了 比如说鼓这一类的 我们有大鼓 唐鼓 小唐鼓 有各种就是这种鼓类的 还有一种呢 就是想同气的 比如说同气类的 像我们的大茶小茶 脑膊 就是大螺小螺 就各种各样 真的是挺闹的 对 对对声音很响 非常有个性 那最后您再给同学们 推荐几首好听的民族乐曲 好 刚刚我们讲到 我觉得同学们从一开始 可以听一些 好听一些的 有趣味性的 高兴一些的这样的曲子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 花好乐园 然后反映西南少数民族 比如像阿西跳乐 好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呢 像广东音乐的《彩云吹乐》 这样的一些小型的 有一批这样的曲目呢 我觉得短小 很精悍 然后呢 可听性又非常强 又很有趣味性 我觉得同学们可以多听 那么呢 再往后一些呢 我觉得同学们可以听听 比如说像春江花月夜 像石面埋伏 二拳应乐 这样呢 能够有一定的文化内涵 有一些深度 能够更好地体现中国文化的 这种风骨神韵的 这样的一些曲目 我觉得也是推荐同学们 能够多听 多了解 在听和了解的过程中呢 能够去更多的深入地了解 我们中国民族音乐的一些知识 那么最后呢 我也希望就是同学们呢 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呢 可以再多听一些 大不同的这样的曲目 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著名的作曲家 比如像我们著名的作曲家 赵极平先生创作的 像《国风》 像《大宅门》 像我们郭文景老师创作的 这个《滇西土风》 我们唐建平老师创建的《厚土》 包括我们已故彭秀文大师 创作的像这个《兵马俑》 《流水超》 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体现了这个时代 我们中国民族管弦乐 或者民族音乐发展的一个高度 篇幅比较大一些 题材呢也比较广泛 然后呢 有一定的艺术的这种高度的 这样的一些曲目呢 我觉得同学们也不凡 在可能情况下呢 也可以多了解 好 谢谢张团长 也谢谢同学们的收看 欢迎同学们继续关注 《国家大剧院》 艺术威克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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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